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晚跟大家分享一下 Burnaby大型樓盤新的新更新 Amazing Burnwood by Shape 之前推出了Tower 5就賣光了 接下來會推出Tower 6 位置是Burnaby Burnwood Town Centre Skytrain站上階的樓盤 第一期已經建好三棟現樓 現在已經在賣第二棟 Tower 6的位置是Tower 5的北邊 這邊是向北 看到山景 其中一個特點都是景觀 因為除了北邊開放 西邊和東邊都是相對開放 唯有向南會看Tower 5和Tower 1 即使看未來的未來發展也是 Tower 6 北邊是獨立屋開陽 西邊現在也開放 東邊也開放 將來開放是這個方向 東南開放 所以都很遠距離 景觀是一個賣點 另一個賣點是 今次的設計上跟Tower 5有不同 Tower 6的設計 大家留意到 除了最高的Tower Home之外 還有一級級 好像台階一樣 向上斜的Terrace Home 其實這邊也充滿了很多特色單位 所以令整個建築不太單調 像之前一樣 全部都是 下面都是一樣的職位 整台都有Fall Pen 我分析後發現 Fall Pen今次有個特點 就是它劏細了 所有的一房、兩房、三房 都比起過往多了小些單位的選擇 所以它的價位都相對低了 即是說一房就差不多是70萬宗 開始就已經買到 兩房的話 可能是80萬美、90頭已經有了 三房 可能是8、20萬 鬆一點就開始可以買到 那它是怎樣劏細了呢 我舉例 一房的話 它有個最小的積是457呎 大家就會見到 不再好似我們看開 有個大Island 因為它整個單位小了 好像這些單位的話 就應該是說最便宜的 可能是70萬宗 70頭就已經買到 因為它的標價現在是 一房最小最便宜的 可能是70萬頭就已經有了 這些是一房 當然它也有些standard的一房 大班 好像之前一樣 五百多呎都有的 那兩房又可以怎樣再實用些 它636呎的兩房 它是畫了一個主要的主座房之外 還有一個第二座房 但留意這房間是沒有窗 但足夠放回雙人床 你還可以有個釘 也有正常的廚房和客飯廳的位置 也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這個的話 就算用1500元左右的呎價計 也可能是90頭 也不用就可以買到 所以類似這樣的單位 是有不少的選擇的 今次Tower6有大量的兩房選擇 好像這些的小兩房也有很多 然後也會有些正常的 我們以前賣的兩房單位 如果大家可以提供到 例如擺一萬以上的 可以買到八百多呎 接近九百呎的 就試正兩房 兩房都有窗 有衣櫃 甚至有一個大的walk-in closet 然後也有兩個洗手間 然後廚房位置 這是飯廳和客廳 然後兩邊窗 大的wrap around balcony 而且這個是向著北和西的 兩邊都是開陽景觀 好像這些單位 我想價位會較低 因為隨著樓層高低會有影響 然後呢 再上一些的 有三房選擇 或者我會叫大兩房 因為今次Amazing Brand Wood 它太多戶型選擇 它就簡單一點 只要那間房放到床也叫房 这三房其实是一些小三房组合 这三房东北corner 三间房内有一间特别小的房子 没有窗户 可以放到单人床 另外两间房很适合 有walk-in closet 有nook area 客饭厅的空间很足够 也有大露台 有两个洗手间 一个bathroom 一个主人房 三房单位970呎 我估计是820,000以上 分分钟可能是830-840 但这些都是未知实价的 每一个单位 现在也是发展上初步的股价 大家可以用大约1450-1550的呎价 去估计这一棟建筑的价钱 除了这些方便之外 还有很多特色单位 除了Tower上面的单位之外 还有下面这些 像这些大三房单位 很大的Terrace 又看到北边又那边 又看到西边的景观 那是Downtown 所以好像这些单位的选择就极少 因为它很限于下面那几层楼 我把所有的Fall plan放在我的网站上 Carriewhite.com slash T6 简单一点 不平常的Amazing Brandwood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去看你的Fall plan 如果你对楼盘有兴趣想预约去看 或者有问题想问的话 可以在网页填上你的个人资料 我会尽快联络给你 然后有什么新的新的新的都会传送给你 这个楼盘Amazing Brandwood的发展商 它是有一个特定的买卖流程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请你尽早告诉我 这就是记录下的第一、第二、第三选择是什么 就尽早进入了表 因为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个Cut-off日后 就会做第一回合的release 详情下一条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因为今天也是一个快更新 我们这星期就会去showroom 现场有一个建设模 跟大家分享得多些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清晰一点的想法 它的Deposit Structure 跟之前一样是20% 一开始是10% 然后Strada 3是6毫三左右一尺 预计落成是2028年的年尾 它怎样都会是Tower 5之后再落成 我们现在就分享得差不多了 其实今天刚刚在家里是showhouse 我们买了一些龙虾和鞋和爹地妈妈一起吃饭 开心的 也拍了一些片段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晚是showhouse 它受惊了 你可以煮一口 这些虾汁 很棒 通虾佬 放虾料 烧龙虾之前要先放尿 哇,很大一只 这些深海大鞋 对啊 不是我捉大鞋 它会不会咬我吧 买多少钱 这个龙虾多少钱一只 10元 10元一只 11元 10.09 发饿了 哇,夹纸袋了 会不会打架我两个 不知道 它夹着人家 喂 喂 喂,夹坏人家的肉 喂 喂,糟了 夹穿了 我这么恶,为何这样呢 喂,分开它们 这些给它夹 我可以讲一下烧饭食 因为烧饭食分了两大类的方法 一种就是炭酵 另一种就是那些泡冰罐 那些石油气罐 就烧的 那我之前呢 这个炉呢 就是上手屋主留下的 是炭炉来的 下面放些炭就烧了 这些炭已经熟了火了 那另一个呢 我们之前有一个呢 是用泡冰罐去烧的一个烧烤炉 那我那个呢 就没有要 因为两个炉我们用不完 那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我上网研究过呢 用炭烧呢 烧出来的食物呢 是香一点的 就是炭酵的那种风味 加上呢 它的炭呢 烧炭的话呢 那个温度会高很多 就是高的泡冰罐 可以高的 如果你是用石油气的泡冰罐呢 那温度呢 就没有炭酵那么高 那么高温 那所以呢 它烧出来的东西呢 没有那么香 就是没有炭的香味 你有时去日本餐厅呢 炭烤啦 就是炭烤的餐厅 特别贵 那个原因呢 就是要吃那种炭的风味 那炭呢 我都试过很多种了 我最后买了这种 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这些炭呢 比较大粒一点 它是硬木来的 就是之前买的那些炭呢 它9元又一包 7元又一包 十几元又一包 就是很多种不同的炭 我都试过 有些合成的炭呢 烧出来很多灰 很多一点点的黑色灰 你不想吃啊 烧完 还有呢 它没那么漂亮 烧出来的火 然后我最后买了这一包 在Kelandian Tai买的 是最... 40元 但是呢 它写着呢 是硬木的 它可以烧很久 很久都不用加炭 还有呢 温度够高呢 烧出来的食物呢 香很多 因为它够高温 加上有一种炭香味 还有呢 用泡片罐的优点呢 是它有优点的 它就干净一点 不用洗碳屎 你... 你用碳呢 你要洗碳屎 就是你每次吃完呢 下面有很多碳 灰准呢 你要清理 你泡片罐又不用了 没有... 没有这样的... 烦恼 还有便宜很多 普遍罐 炭呢 我一包 你看看 一包40元 那些罐一... 一罐呢 二十几元 有排烧 而且不会骚髒 干净一点 是的 如果大家怕致癌 可能普遍会好些 是的 炭呢 你始终都有一些微粒的 一粒字 吃... 要... 香就要吃那些 烧了三分钟 因为我们之前烧过龙虾呢 最好就是这个方法 买一小的 一人一只 慢慢撕 要不然呢 就... 你又要弄 你弄得太大 你又要弄开它 又要弄 就很麻烦 你直接烧完即刻吃 而且... 它... 不用点东西都有味 本身咸咸的 你喜欢大家可以加点柠檬 就已经好吃了 我们现在先吃前菜 我们搬了沙拉 这个沙拉有什么呢 很大盒 爹地妈咪已经吃了一堆 有火箭菜 还有烤鱼 这些火箭菜 有烤鱼 然后呢 我们又搬了一些葡萄 这些葡萄 就不是葡萄 做酒的葡萄 差不多要到每年的秋天才有 夏天是没有的 夏天只有葡萄 很好吃 很喜欢葡萄 还有南莓 然后再做了一些红椒和黄椒 混合在一起 加了些油和醋 吃完沙拉之后 就等吃肉了 我们今天是海鲜宴 拿个碟过来吧 拿个碟过来吧 我帮他们拿 来来来 好 好 是这样的吗 是呀 大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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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龙虾味 这个不能吃的 下雪 是菇来的 龙虾味就剪开 是菇来的吗 应该熟透了 太熟不好吃 一过了就硬了 整只牛腹 怎样 今次有很多汁 好 是吗 需要加点盐的 今次好味的腎虾 对吧 没有那么干 嗯 是啊 洗过了 消毒过了 工具 好 好,足夾鬆了就可以吃裡面的肉,每個人都好像吃得滋滋有味 太大一個殼可以貼大一點 Sibala? 不是Sibala 這個不是Sibala 等這兩隻蟹下去,趁火還有,這兩隻蟹是三十多元 三十七嗎? 三磅多,加起來 好,B-C肉蟹,燒好了 嘩,很大隻 嘩,中大那隻碟,好誇張 青口 嘩 不行,我反口 什麼叫反口 即是背光 OK 熟了 嘩 裡面還在滾 對呀,你忍著燙 有人說不懂得撕,不知道怎樣撕開 其實向內裡撕 嘩,這樣撕到了 來 看看是什麼味 一些炭香的味道 有些,我不懂得說 炭香 這個燒出來很滑 你的火候剛剛好 一片片肉好像很… 我幫你開這個 你看看,像吃魚肉一樣 燒出來很滑 對呀 有一陣炭香味是聞到的 即是跟炒煎不同 完全不同,正 對呀,我覺得… 它是另一種味道 對呀,我平時不吃蟹 對呀,我平時不太喜歡吃蟹 我覺得龍蝦比較好吃 但這個 烤出來OK 我們片了一些 哇,有些蟹肉在我手上 周圍都是蟹肉 很滑 很滑嗎 沒有蟹那麼滑 對呀 對呀 蟹肉很滑 很滑 OK呀 看鹽還好吃 鹽燒青魚 加了我 脆皮 你吃吧 最後燒雞翼 因為火會比較柔和 燒雞翼就慢慢燒 慢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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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更漂亮 燒得 一開始太大火 就不會燒雞翼 炭我們燒這麼久 都沒有換過 還有… 即是第一批炭來的 對呀,可能還可以燒半小時 第一批炭也不用加 因為加炭很煩 加完後 爐又沒有溫度 然後有很多炭屎 炭灰飛出來 這個火剛剛好 燒了就收到 我們不是還有番薯嗎 番薯在下面 已經可以吃了 對呀 我們這次是甚麼醃的 都有一些自然粉嗎 黑芝麻 黑芝麻 黑芝麻雞翼 黑芝麻鹽燒雞翼 想不想吃 想呀 好香 我聞到那些香 如果可以4D傳送給觀眾 聽到就好 不是,聞到 大家家都可以一起燒雞翼 我們一起吃 你就可以一邊看 一邊聞到那些味道